那次去台灣, 我真的住在美房 我睡覺了, 我的女生 第二天跟我說 她看到有個影子坐在我的頭上 是你的影子? 是嗎? 我真的不敢住在美房 她也有這個經驗, 我也有這個經驗 在美房我一定不住 我住的酒店是這樣的… 就是幾邊形的? 對, 這樣… 這裡全部是房間 你住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大房 送給我都不敢住 我通常都是住這些… 我以前住在一個萬谷很舊的酒店 在市中心曬鑫 它是很舊, 只有一層 外面還有孔雀, 很多動物 然後有一個很長的房間 然後我住在那裡的位置 一條長長都在那裡 跟你的美房也叫做陰地 說凹位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很直的走廊 很長的酒店 這裡全部都是一間房, 是嗎? 我上次住的那裡就是其中一間 這樣就叫凹位 明白… 這個氣是走動的 來到這裡的氣就陰地 然後我住三天, 就病了三天 我愛人, 他每天起床 腳不能下地, 每天都滾下床 如果這裡有窗 可以日日可以開窗 有太陽, 也有穿金 我都說了, 我們的窗後面有花園 看到孔雀, 穿著走 不是, 哪裡沒有窗 但是有太陽照, 也算陰地嗎? 有太陽照, 跟陰地有什麼關係? 晚上也有太陽 我剛才說每天睡醒, 腳不能動 我不是每天起床, 腳不能動 去旅遊有三個介條 第一, 你問的是美房 第二, 我說凹下去的房 第三, 最重要留意 左右有沒有凍土, 這是最重要的 師傅, 我看過現在有一些酒店 房間是圓形的設計 有一層的 好像沒有美房一樣 如果一個酒店是整個洞都是你的 通常酒廊圍著走, 走下去沒頭沒頭 對… 凹凹位來說, 很多時候套房 兩個房間都打得通 雖然這個凹凹了, 當然不算凹凹位 如果有些房間在下面, 地下的 是不是不太好? 你怕在地爐就怕陰地, 你住在酒店 你住三幾天, 照樣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師傅, 我想問 例如那年我覺得運程真的一般 我可不可以去旅行 走回大運, 回香港會不會好一點? 好不可以安慰, 自己也好 其實如果真的要走大運 其實每年凡太歲的生肖就要留意 譬如苦年去到苦, 兔年去到兔才要留意 而且不是每個月都要去 苦年一月, 兔年二月, 農年三月 如此類推, 到牛年就12月 如果秋冬天出生 就是那個月去東南方旅行 春夏天就去西北方旅行 我要去西北方? 我也要知道 你犯太歲, 那年才特別留意 其他年就不用 師傅, 我想問今年2022年 究竟去哪個旅行才好? 有得去, 就選哪個旅行 都有一個地方更加好 我經常被人問 因為每年有桃花位, 有財位 今年財位是東北 東北有認識嗎? 我知道 韓國… 韓國算了 有一點地 我也認識 韓國, 日本, 北海道 甚至你去到加拿大溫哥華那邊 今年財位又有你 師傅, 我有一個很無知的問題 我想問如何當它是東北 我指南針放在哪邊 我才知道那邊是東北 看過地圖 放在地球前 看過地圖中心 對, 看過地圖中心看的 那是哪裡? 地圖上也有一個指南針 那你住在哪裡? 香港 那你住在這裡 那你住在這裡 我十字就說在這裡嗎? 別人的東北關你什麼事? 你的所在地, 出生點的東北 你的東北在這裡, 小姐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的領域也是… 差一點點 差點… 我們要再修煉一下 今年是東北財位 女生就要桃花位, 是嗎? 是 567891… 我又算是隱形 今年的桃花位是北 我也算是北, 剛好 我也算是 這麼厲害 對 北就容易, 直上就可以了 我去北區算不算去了 對… 這麼慢而已, 我真的不要去旅行 我需要稀粉靈 對, 我很快 我們經常叫人新年行大運 都盡量人事, 是吧? 新年的時候要去北區 最不好就是中宮, 不要上山新年 因為中宮是金年病位 還有西南病位 中宮是什麼意思? 中宮是全國的中間 或者全國的中間 因為每天我們風水分九格 山頂是在中間? 中宮有兩個意思 中宮是一個地方的高山 或者中間的一格 也可以叫中宮 那大霧山吧 大霧山可以說是全灣的中宮 或者香港的中宮 因為大霧山是香港的早山 最高的 對 如果我探朋友, 距住中層 怎麼辦? 這是什麼問題? 你說中宮… 你說中層 你說山那裡, 真是很高位 人家中間就說全個地方中間那一格 是嗎? 我們不如問問這一題 他說嬰兒的出生時間 究竟是怎樣來定呢? 圓學的角度和醫學的角度是不同的 蘇師傅, 你的角度是怎樣? 我的角度呢 因為人為何會有算命這件事呢? 因為人一出生 會受宇宙軌跡影響 原來一出生 你吸了一口氣 你就跟這個宇宙發生了關係 發生了關係 你就受這個宇宙引力的影響 所以為何有命運呢? 全部是因為你出生, 吸了氣 就跟耳朵發生了關係 就開始計算了 所以護士們會拍一拍 鱗油… 這樣就開始吐氣了 可以一殺就開始計算了 真的由嬰兒哭的一刻 就開始計算了 我想問一下 因為有些人說嬰兒一出生 就會計算那些青骨 如果是七兩以上 就已經是皇帝命了 我想問一下那些是怎樣計算的 那些是街邊媽媽來用的東西 哄下你, 如果我慘了 只有三、兩、六 雖然不得了 真的不關事 沒關係 當然不關事 如果這樣也行, 你要學算命 每天看個中性青骨就可以了 幸好我不夠七兩 有點不開心 哪有七兩不開心 我沒有聽過 師傅,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這樣說 說第一口氣才計算一媽媽 但我媽媽沒有幫我記錄 我第一口氣是甚麼時候怎麼辦 算了, 我一輩子不知道我的八字 但你一輩子就會吐氣 你一輩子不會忍到一小時之後 應該是差不多的 最多你就頂一分鐘, 幾十秒 看你不幸福時才會拍攝 有的, 通常一出來就… 不… 一出來就糟了, 對吧 一個時辰有兩個小時 除非你搭帳一時, 三時, 五時 卡拉位就有這個問題 就算你卡拉位也有辦法找回 不用怕 好一點… 不用怕… 師傅, 這條說 有些順命理的老闆請員工時 會先看員工的白字 跟自己合不合 會否看自己是怎樣看的 那個你也會看, 你熟甚麼 我熟… 跟誰最配合 跟我最配合 我幾次… 小跟牛最配合 是嗎… 我跟他配合嗎?師傅 看法有很多種 有些可能是天月貴人的生肖 有些就是你說 熟鼠跟牛又配合 跟馬又相沖 我熟鼠的老闆 逢是馬, 我也不請 對… 我有個朋友是這樣的 他真的熟馬, 他不請熟鼠的 而且通常我看見人說 你的生肖欠六年 最不配合, 最相沖 那些叫三形六蔥 不懂得算命的人最容易 總之隔三年、六年、九年 都說得不好 好像今年苦年那樣 說熟豬也犯太歲 對, 這樣很划算 我學了幾十年算命 苦年跟豬年怎樣犯 我也搞不定 豬跟苦今年太歲相合 特別人緣很容易貴人輔助 是朋友… 我也不知道怎樣犯 所以令我也不懂得算命 就是這些人 三年、六年、九年 隨便寫出來 你也要攝太歲 多寫幾個 多寫幾個 那我不攝了 我根本沒有犯太歲 當然沒有, 太歲相合人緣特別好 不是, 師傅 有些人說 就算你沒有犯太歲 也可以去攝太歲 可以 你可以一年十二個月去攝 我年年都去攝 對, 沒言多的 我們先看這條題目 生肖其實不是這樣配合 不是說鼠跟馬相沖 牛跟羊相沖 然後虎跟猴又相沖 那些你也懂得 用不著找風水縮縮 真的看 老闆請了員工 究竟如果要請管理層 他會否行駕拳管理運 如果你行銷售市, 分擁計 那只要看自己做生意運 當然你行財運是黃老闆 搬實運是幫老闆 要正確是這樣算 不是生肖而稀的 那些你們出馬都行 要看整組八字 還有如果問我, 也不用看 因為其實你有沒有下屬的幫助 在自己的八字就是注定的 你一心腦下屬晚輩幫助 千方百計下屬都不幫忙 如果能幫到你的 就隨便遇到好的伙計 所以順其自然 還有甚麼問題 先看看 這條影片 今天老闆請了風水先生來提風水 說他的位置是病位 但他在公司工作了五年也沒有病 其實公司是否真的騙你 不是,他這個問題是錯的 師傅騙人家 不是,他這個問題是十年八年 他今天才請風水叔叔看這個位置 他說做了五年 誰知道風水叔叔是五年前看 還是現在才開始生病 有關係嗎?何時看 因為他是病位 誰知道今年是病位 五年前不是病位 即是病位會變的 所以這個問題也有問題 問錯了 問題問錯了 病位有永遠病位 是有榴槤病位的 永遠病位不是很嚴重的 如果永遠病位 永遠病位是靜的 因為有分動和靜 靜的除非你外面有起樓、拆樓、掘地 動土或者大的動動 其實我們說病位 其實最重要是每年的病位 譬如今年2022年 全國中間是大病位 西南是小病位 如果坐在整個公司的中宮或西南 便容易病 中宮是大病位不理氣管 小病位不理腹部腸胃 可能很多人坐在中宮 有十個夥記 他不會十個都病 我們經常說一命二運三風水 有時候那群人經常有幾個病 這樣也對著病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認 有些人耐心一點 有些人健康一點 有些人健康一點就頂得順 很健康 比較健康 真的很健康 死了就沒事了 我沒有病過的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的瑜伽中心 我看了風水 他也說有一個病位是病位 而那個位置 我放了微波爐 類似做了餐廳 然後他就說 我這一年內 也有很大機會腸胃有問題 是否正確 病位通常我們不下廚 但微波爐就不太害怕 因為微波爐是翻熱的食物 如果做的位置是病位 我自己就是了 我今年的廚房是小病位 我會放音樂在旁邊 再踩著灰地毯地毯地毯 放六個女王頭五毛指 打橫四個左右一個女王頭向上 踩著來下廚 如果你害怕的話 你也可以 微波爐旁邊放一個陰盒 再踩著灰地毯六個毛指 如果沒有六個毛指 就被銅片踩著去 銅片或六條舊鑰匙 銅片都可以化妥 如果有這個顧慮的話 你心想著怕 還是會有這個顧慮 那就是化解 好,明白… 明白… 明白是甚麼問題 再看一看 這條愛問… 不用問了 這條很簡單 不是,這條愛問… 這條很簡單 關於甚麼字衣時工作量多了 生日也要開工 不是… 這條是我的,這條師傅 這條是否不用考慮 這條我要問你這條 香港你學過八字 對,八五年就是八五年 你知不知道為何不懂 我們算命的人通常聊天怎麼聊呢 我甲子蓮、丙子月 甚麼日…出生 我怎麼說,這幾年就這樣聊天 沒有人說一會八五年 我特地是這樣的 為何這麼笨 這是學天生的 很難變的 師傅,我八五年六月五日 八五年六月五日子時出生 想問蘇師傅 我今年的工作運多了 很多工作運多了 連生日也要開工 今天生日也要開工 我想問是否代表我已經走運呢 師傅 幸好我有準備 對 要萬年力出馬 你真的經常考師傅 八五年六月五 保保你的年日 八五年就是月初年 月初年… 身至月就月害日 感情就棘手一點 幸好你一把年紀而已 對… 師傅,我是雞的 我當然不是雞 我不是雞 她不是雞 我不是雞 她扮雞,師傅 雞也不是雞 雞和不雞,感情一樣 看法當然我只是說感情 沒有說男朋友、女朋友 我澄清一下我不是雞 她的八字 三十五前無論認識誰 都覺得大家性格不合 不是你想對象 經常嫌三嫌四的人 是呀,真的 叫什麼 我笑我 原來真的正在走運 因為你的八字 三十歲起運 所以日運會混亂三年至五年 那你三十歲混亂到三十五 便混亂完 所以現在正在混亂完 慢慢踏上好運 不過正式的一個高峰 要二零二四、二零二五 短期內二四、二五 謝謝師傅 謝謝 你現在看的是 TVV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V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小鈴鐺 訂閱吧